台北育佛大典 還有另外一個亮點 就是中正紀念堂同門上頭的 宇宙大絕者布曼 我們一起來發掘 是布曼緩緩升起的背後秘新 經過擦拭 清潔 重達200公斤 宇宙大絕者的布曼 在中正紀念堂同門前緩緩升起 背後操作全靠人力徒手 起手游文節第二次負責拉動力繩 每個動作戰戰兢兢 每一組的人速度都要平均 不能一高一低忽快忽慢 所以團隊的合作非常的重要 固定布曼掛繩 全仰賴北區急難救助隊 高空組的志工 爬上六層樓高 在一公尺大小的通道作業 身上的安全裝備講求專業 他身上背著這一副陰爪勾 爬梯用的 他上去的時候 他會把這一條主繩固定在上面 正常高空作業的時候 我們這邊有一個鎖 可以把它鎖住 上去就下不來了 這是很安全的 萬一我們墜落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子 直接就幫你拉住 布曼升起 志工用心演練 要圓滿這場在中正經驗堂的 玉佛大典 在兩廳院廣場前 為了讓進場隊伍 能夠正確地站在自己的位置 志工蹲在地上畫動線 還好天氣很給力 第一次帶著兒子做好事的李董傅具有土木工程專業背景 十年來累積好經驗 提高效率 這個大圓的直徑有將近一百公尺 那我根據前幾年的經驗呢 也改良了一些工具 那特別是說設計了這個圓圓筆的部分 那就是說讓大家在畫這個圓的時候可以站著畫來比較輕鬆 坐標定位 鐵底標 太陽光下志工是又站又蹲 為了在佛誕節當天 能夠讓參與者在莊嚴的氛圍中同瞻發細 戴愛新聞知商美志工台北綜合報導